今天我介紹幾個 其實我會從 因為我不是做技術方面 所以我會從事項定位 或者方針方面 比較一班三隻 在Netbook上經常會被人用到 或者是研究的OS 三個都是基於Linux 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阿輝 我是中大畢業的 然後去做Linux 一路做了十幾年 一路都做 做些System Admin 做些Consultant Service 現在就 加入了Fedora 做了香港大事 香港區的Fedora大事 每日推廣Fedora 首先 講Netbook之前 我先講普通電腦 其實普通電腦 大家都留意到 其實市面上 基本上九成以上的電腦 都是走迷軟的 Windows 除了它之外 就是其他 包括Ulix 例如MacOS 例如Linux Linux Linux Desktop來說 是佔很少數 主要都是 可能做開發 或者是有些商法應用 一個人來說比較少 而這些Desktop 一般是會用 KeyboardOS 或者是Linux 的前面 其實比較正常 所以 就不 上面會 就是 一些人會做普通的運算 或者Design 或者其他類似的 應用程式 比較多 那 就是比較偏偏 所以 就不會說 有些特別優化 或者是 特別設定過的OS 給Desktop 那主要 要行的Application 就是Local App 就是需要多些CPU 多些Mario 多些Hardbase 去做的 那就會用到Desktop 那 但是 最近幾年 多了一項新的Netbook 那 由2007年開始 華盛開始做Netbook 其實當時 不是叫Netbook 那之後 因為主要的功能 都是用來上網做些事情 做少許的E-mail I-M 功能 所以就叫做Netbook 這個字 那 主要呢 通常這些硬件設備 是比較低的 就是低CPU 低Memory 那 簡單來說就是 這個 上一代產品 清貨用呢 那 因為它的硬件 比較差呢 可能第一代 E-PC只有4GB 的時候 只有少許Rank 那 那個Screen又只有 880 那 那 那 如果你只要放一個Windows去呢 其實可用性是比較低 因為 Menu可能已經佔了大部分 接著 混合完 那些Program已經沒有了 所以 華盛當時就開始考慮用一些比較優化些 或者客製快一點 減少 部Netbook 用的 用途 而 換取更加容易 應用到的 Power 所以它選擇了 定位做一個上網用的設備 Apple 那 那 開頭會用 E-PC開頭會用Sandros 一個 Propology 的 Linux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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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Sandros 是比較密集的 那 那 然後 Open-source 就開始 用其他 例如 Fedora 例如 Customize 做得好些 可以做一個簡單一點的Manual System 例如 在一個 Ni 要塑造出來 Ubuntu 其中一個Netbook Remix 來一些 Netbook優化的版本 那 那 主要是怎樣呢 就是一個 好像電子前面一樣 一開始出來 Desktop上面 可能有八個iCon 用你的工人仔的八個 不會有其他 Fed Party App 可以裝睡的 或者是裝少少些 即是廠商普通的Add-on 那 那 就 如果 普通Linux 普通Linux 可能會像Windows 那樣 有個Start menu 然後有大堆 Application 出來 那其實去到 這些低配備的環境 其實這樣不像實際 所以 它們會優化了Manual System 那 效能會比較好 因為行少很多Program 即是 剪少了很多東西 可能背完機 跟著就入Graphic Mode 然後就開始那個八個iCon 的Manager 出來 那 那 通常 Default 它就已經一開始出來 那些窗就會最大 因為 只有八十六八 或者是只有 一零四十六八 這樣的環境 那你都不會做很多 操作的事情 那 會類似的MID 一開始出來 就開到最大 然後 有一些 比較 容易一些切換 的 Switcher 不鼓勵 不鼓勵 不鼓勵多個工 而且比較近期一些 那 Ubuntu 10.0 幾 開始 它就會推了 它會推 這個Ubuntu One 這些 雲端的 儲存的技術 為什麼它會推這些 就是 因為 你的Netbook 其實本身 Idi從大 RAM人不多 其實做些事情 可能大部分時間 都是上RAM做 可能去Google Docs Microsoft Live的Office 或者是其他 企業上 主要的東西都會 坐在網上 或者有時候 你下載了一些 發料回來 其實 那部機的空間 這個不珍貴 可能會改了 用文具的儲存 例如 Jobbox之類 這個其實已經初步實現了 雲端化 因為它已經盡量將 Application 擺上 盡量將 要做的東西 在網路上做 而設定 用很多Mapping 很多CPU 推一些 Local Application 但是 太雲端化 也是不好的 去到 應該去年年頭 Google開始推一個 叫做ChromeOS ChromeOS ChromeOS 是一個Open Source 其實它 做的東西 就 比之前那些 Netbook的優化 更加 所謂優化 就 令到 那個 可能幾個小時搞定 然後一開始 那部機裡面 只有一個 什麼都沒有 可能有些 有些搜尋 拿去 Web App 然後 你可以在上面 傳電郵 用Web的I-Name 用Web的Orgist 所以都是在Web Local 是沒有 要用程式的 甚至 你在上面 製作的Document 下載回來也看不到 這個環境下 當時應該 對當時來說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驚奇 現在開始 5秒鐘開完機了 然後就是 你可怕